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將90克的葡萄糖加入500克的水溶碱 成為密度1.2克每立方公分的溶液 它要求重量百分溶度 這是第一下題 我重量百分溶度我們用這個表示 重量百分溶度 就是等於溶子的這個重量是90 除以溶液就重要 溶液就是溶劑加溶子 就是590 500加90 乘以這個百分之百 那這樣子的話 算出來的話大概多少呢 大概是1.53 這個把它乘以下就900 900 900除以59 這個是1 這是59 這是1 這個是3 3 0 這是5 59 45 計4 525 29 150 大概是15.3 15.3% 這是重量百分溶度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它是說 就是 融宇水乘500克 500毫升 就500毫升 那密度的話是 密度是等於1.25克 那裡地方夠分 那麼它問那個體積貌的濃度 體積貌的濃度我們用這個符號 這個體積木耳濃度 這個是木耳素 除以那個溶液的體積 現在溶層500mN 所以溶液的體積是0.5 那木耳素多少 木耳素的話它是90克 就是溶子的木耳素 90克的話是0.5 為什麼 因為那個C6 這個什麼呢 這個分子量 分子量這個是12乘以6 加上1乘以12 加上 這是 溶的原子量是16 16乘以多少 乘以6 我記得好像是180的樣子 這72 12 12 那這96 10 180 沒錯 180 那這樣90克就0.5m 所以是0.5m 所以這是1m 這是體積木耳濃度 1 1 2 2 2